想来一趟游轮之旅吗 但您看到有旅行业者推出这些 哥斯达游轮沙伦纳号 即将在7月来台湾 以基隆港为母港 要带旅客一次到日本跟韩国去玩 另外还有挪威奋进号 也将在明年启航 旅行社趁势推出大折扣 限时马一送一 每个人最低 万元有找 浓厚的神花色彩和复古氛围 想来趟浪漫的海上之旅吗 游轮市场是强势回归 然后甲板可以看到 有一整片的游泳池 而这游轮就是主打 意大利浪漫的神话风情 由海上古罗马宫殿之圈 哥斯达沙伦纳号 今年夏天重启台湾航线 7月将以基隆港为母港 又机会一次创游日韩两国 燃烂的牛排羊排 在船上都能享用 挪威奋进号也即将来台 有各种媲美五星级美食饱店 还有SPA品牌进驻 能够在阳光海景中 享受按摩舒缓疲劳 精致奢华的享受海上假期 台湾位居于东南亚 东北亚的HUB枢纽 把台湾的游轮 母港产业推出来 甚至超过1亿美元 全新改装 挪威奋进号明年6月开始 以基隆高手为双母港 推出26套航程 更有限时限量满意送易优惠 每人最低万元有者 预估将为台湾创造 超过20亿的油轮产业商机 为了迎接大型邮轮 离岛码头也扩建在升级 民胜世界邮轮欢庆周年庆 也有超狂优惠 第二人只要1元 还有暑假限定的6000多元折扣 甚至小孩有机会免费玩 回避疫情阴霾 各家业者全面抢攻商机 让台湾的油轮市场再次火热 记者综合报道